就是这款板材,很多粉丝后台咨询是怎么安装上墙的 在板材的卡槽处,直接打螺丝去固定 然后在卡扣上下一片板材 以此类推,金属雕花板就这样安装完成了 安装便捷,美观耐用 并且它是防水防潮的 使用年限可达30年以上 需要的老板们可以留下 这款是外墙序保温最常用的金属雕花板 安装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 6米长的钢板,拧下一个螺丝 5分钟之内就可以安装完 表面是做了七朝烤期 30年都不会褪色变色 钢板两边都带卡槽 直接这么一卡 一面墙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有兴趣的老板们赶紧来找我了解一下吧 像这样的材料装修成本真的不高 而且安装真的很简单 首先先测量好尺寸 然后根据尺寸切割好大小 它的两边都是卡槽 直接拼接式安装 搭配螺丝钉上墙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快捷 平均一天一个工人就可以安装300多平方 很多人不太了解 外墙保温金属雕花板到底是怎么上墙的 首先雕花板是1.6公分的厚度 然后两边都是卡槽拼接就可以 非常的方便快捷 中间打上螺丝钉固定 尤其是上这种钢结构 直接大大的缩短了工期 有兴趣的老板们赶紧来了解一下吧 这是可以毛皮上墙的保温外墙板 称之为金属雕花板 用螺丝钉可以去固定 仔细看一下它的横切面 厚度是1.6公分 长度可以做到6米长 施工上墙也是非常简单 一片是上墙 每隔60公分 在卡槽处打上螺丝钉去固定 而且这种不仅适合做砖墙水泥墙 钢结构都是可以去直接铺贴上墙的 这就是1.6公分后的外墙保温金属雕花板 一天可以铺300个平方 保温又装饰 可以随意切割 做钢结构 农村置建房 办公楼改造 工厂外墙保温装饰 都是不错的选择 颜色有上百多种 深受工程老板的喜爱 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评论区留意 现在上墙的这个材料 是外墙保温装饰体板的金属雕花板材 板材能够保温3到5度 用上30年不会褪色雕切 两边卡槽拼接上墙 用螺丝钉打孔进行固定 一层拼接一层 完工不会裸落螺丝钉 无论是自家做外墙 还是做工程都可以使用 有需要的老板们可以评论区留言 怎么去选择一款一模一样的木门呢 不要选择价格最高的 品牌溢价高 不要选择最低的 大坑等着你 要选择不高不低的 性价比等着你 对我说对了吧 去年的时候我就说 当真正的CPL木门 变成了生态模样 那就是整个行业的大商品 店面没有利润 然而业主要的不仅是便宜 还是质量和外观 林里去风里来 带着一身的尘埃 新月上 青月冷 月里去 风里来 带着一身的尘埃 心也伤 青也冷 泪也干 美也好 喜也好 命运有谁能去到 梦一场 是非人缘 月里去 风里来 带着一身的尘埃 心也伤 青也冷 泪也干 美也好 喜也好 命运有谁能去到 梦一场 是非人缘 随风飘 伤过冷漠的眼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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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